在《皇帝内经》当中 他怎么来认识的这个长寿呢 其实啊 一说到长寿 人可能就要问了 说我们人的寿命啊 到底能有多长 是不是就像我们一些 祝福语说的 说呀 人的寿命怎么样呢 受以天同齐 以地怎么样呢 同罪 真是不是这样呢 当然我们说 这些呀 实际上都是我们 美好的一个愿望 都想着这个 长生不老 能活的这个岁数啊 活得长长的 但是人到底能活多大岁数呢 在《皇帝内经》当中啊 专门有一篇 篇名就叫做天年 什么叫天年啊 天就是指自然界啊 也就是说自然而然 自然的年龄 我们就说 我们应该活到 我们该活的年龄 不是因为疾病啊 等各种炎烟 引起的人死亡 你也可以称为 无稽而终 自然的寿命 你的受限是多少呢 他提到一个什么呢 所谓的天年 《皇帝内经》当中提出来了 画有小的 七有近远 这说的什么意思呀 说我们这个生物体啊 大家都知道 有大的 有小的 是不是啊 形体呢 也不太一样 七呢 也就是 他活的这个寿命啊 他有远 有近 这些人 请不吝点赞